前言 有反映佛法修行中 个人观察和体会的文字 也有与弟子道友的谈话记录 0033 不成系统 没想到 文章发表后 受到不少读者的欢迎 他们纷纷表示 希望这些文章 能结集成书发行 以便阅读和携带 无奈我这一年多来 疾病不断 又要处理繁杂的事物 出书之事 一拖再拖 有些人实在等不及 便自己把喜爱的文章打印出来 装定成册 配上封面和插页 做成一本本精美的图书 赠送给亲朋好友 然而 这样做毕竟流传的范围有限 就分发着个人而言 投入的精力和成本 也太多 今年初 有弟子再次提出 结集之事 希望我能应允 我想 既然那么多人喜欢这些文章 又有人发愿 将他们编辑 整理 印刷成书 似乎万事俱备 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本来 登地以上的菩萨 亲见本尊 或者精通经论的修行人 才有资格著书 理说 阐释佛法 而我只是个凡夫 之所以把自己点滴的 学佛经历和感受 整理成文字 只为了与更多佛弟子 对佛法感兴趣者 或对精神修持感兴趣者 分享交流 这或许对一些人 消除思想 及修行过程中的某些困惑 能有所帮助 由于我个人的局限 文章中对佛法的诠释 引伸 难免出错漏 在此 我祈求诸佛菩萨的宽佑 也请诸位读者 看在我真诚菩提心的份上 物多怪咎 从最初的设想 到最终的成书 这个过程中 许多人贡献出智慧 信心和努力 虽然这些弟子 不希望我公开他们的名字 我还是要在这里 再次表达 我深深的谢意 感谢帮助我翻译 整理 教对文字的道友 没有他们 我的很多想法 无法以如此流畅 优美的汉语 表达出来 我还记得 曾经无数次 我们一起查阅 藏汉字典 为了一个字 一句话 反反复复合适 推敲的情景 感谢为我录音 并把录音 转换成文字的道友 我知道这项工作 极其繁琐 费心费神 感谢所有 为这本书的成行 付出努力的人们 希望这本书 能启发大家 对佛法的兴趣和思考 鼓舞大家 更喜悦自在的生活 我的根本上师 法王如意宝 平生最大的心愿是 众生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与圣庙连池中 次地花开 花开见佛 亲睹如来无量光 现前授予菩提记 在法王如意宝的万德庄严面前 我是这样卑微 惶恐 我把自己全部的信赖和祈祷 连同这一本微不足道的小书 献给他老人家 次地花开 花开见佛 这 也是我的心愿 西阿荣伯 葬礼铁虎年神变月十日 莲花生大事节日 公元2010年2月24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